歡迎大家再參加這次港納八川第三次的講座 今天的嘉賓港姐就是梁基永博士 我們平日都叫他大少 因為他西關大少,就是廣州西關 而且他現在的生活方式就真的好像馬一鳴 廣東時代夫 會彈鼓琴、臨帖、寫畫 而且梁博士是跟廣東很多名人之後有很多淵源的 甚至我自己去李文田的泰華樓那裡參觀 都是透過梁基永博士的聯繫 所以我這麼說梁基永博士是廣東文化史的活字典 如果對李文田、我一來選這些有興趣 都可以看梁基永博士的著作 我或者就不阻礙大家時間可以讓梁基永博士 上座開始今天的講座 就是浮華末世,晚明廣東時代夫生活館規 歡迎大家 各位朋友,下午好 首先歡迎大家 來參加今天這個小小的講座 今天講座的題目叫做浮華末世 晚明廣東時代夫生活館規 其實浮華末世這個講座是早在八年前 在廣東省博物館已經講過的 題目是一模一樣的 剛剛很感謝何碧琦博士 我的好朋友他的青眼 他就邀請我來 為我們文物館的這一次廣東的明代至清代早期的書畫展覽 配合這個展覽做了一個講座 我馬上就想起我八年前講過的這個題目 我想一下 我就不妨一如兩尾 就將那個PVT和內容稍作一下更讀 然後呢 也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這個展覽的一些 事態的背景 說起六年 我忘記了是六年還是八年 我對數字的記憶是相對模糊的 廣東博物館的這個展覽 也都是 他們是以明代晚期的文人的生活 是作為一個大的背景 當時還是專門印了一本 挺好的話策 跟我們今次文物館這個展覽一樣 也都是反映了 明代末年的士大夫的生活 在講座開始之前 其實我覺得 很有必要簡單講一下一個大的時代背景 如果明白了這個大時代背景 我們也會明白為什麼廣東的士大夫 在明代末期的時候 會處於一種什麼的社會生態 是處於一種什麼的心理狀態 我覺得要知道這個背景是很重要的 我記得鄭振鐸先生說過一句說話 他說明末人 那種心理和社會狀態 因為我們廣東的文化在明代當然是輕盛的 如果在明代之前 宋元的時候 然後我可以說是相對就是比較佛善可塵 可以說 因為在 宋代的時候 我們廣東比福建是差 我們比光西是差 雖然現在光西、福建都比我們窮 但是在宋代的時候 江西和福建是處於一個黃金時期 是因為他們的社會、經濟和 出的文化、名人和大觀都很多 但是我們廣東就很少 但是去到明代這個情況是發生了變化 我們現在經常講的廣東的明代 其實我們會發現 我們講的基本上都是明代中後期的事情 可能會有些朋友會問 為什麼明代有二百多年 為什麼我們經常看到的 或者可以說我們這次展覽的大部分的展品 都是明代末期 最多是去到明代的中期左右 其實它有一個很重要的背景 明白到這個背景 也可以看明白我們這個展覽 甚至可以看明白大部分的廣東的歷史 但是我們要知道 廣東原本 因為我們的地理的局限 我們是一個海邊的地方 海邊的地方遠離中原 不要說說公明 用我們以前的人的話來說 你的話都還沒說正 我們廣東人很難去學習講北方的話 連語言溝通也有問題 又何來出好的文化人 又何來出大觀呢 所以凡是這些偏遠的地方 如果你想在經濟和文化上 突然間會騰飛有一個黃金時代的話 就事必有一些大的歷史的契機 在清代的時候 我們知道這個契機就是源於 我們廣東是一個通商口岸 對不對 我們有十三行 我們有跟對外貿易的便利 所以我們有錢 有錢之後 在乾隆以後 慢慢就會發展成清末 是一個黃金時期 但在明代 這種情況是沒有發生過 因為在明初的時候 對外貿易 基本上可以說是完全是談不上的 在明初在永樂孫德的時候 我們廣東說不上有什麼對外貿易 當年的對外貿易 基本上都是福州、泉州的人壟斷的 所以我們今天看看香港 保留得最早的 南宋的時候的石刻 它並不是我們廣東人留下的 是福建人姓林的 來到我們都留下的 可想而知就是說 在我們香港這麼偏遠的地方 即使在南宋的時候 掌握那個航海權和賺錢的 都不是廣東人是福建人 可想而知就是說在明初的時候 我們廣東並沒有什麼對外貿易的優勢 那時候基本上是福建人在這裏 所以在 明初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面 廣東人都是沒有什麼話語權的 不論在文化上還是政壇上 廣東人都是沒有話語權的 但是這件事的轉折點 主要就是兩個 我認為是兩個主要的原因 發生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因為我們比較幸運 我們就出了一個大禹 就是新會的陳百沙 陳百沙 因為他的理學 在後來被當時的帝王所推崇 他的學生 暫藥水 糧柱等等這些人 也同時就雞犬升天 所以他們在當時的政壇上 也開始斬爐頭角 這個就是我們第一大的行運 我們有一個大禹 第二個行運的事情 其實這個就不算是行運的 這個算是有些取巧的 發生了什麼事呢? 發生了在明代嘉靖年間的大禹禮 我們知道嘉靖皇帝 他原先不是正統出身的 是因為 明代的孝宗之後 皇位的轉移發生了轉變 在大禹禮這個時候 有一些正統的官僚 當然這個如果大家關心明史 你可以去查一下大禹禮是什麼事 主要簡單來說就是 有一幫遵循正統禮儀的官員 他不滿意皇帝一上來 就將自己的親生老爸 他親生老爸不是上任皇帝 因為他是抱回來過繼的 他就想將自己的親生老爸 放在廟裡 遵循帝皇的禮制來推崇 但是另外的 當時遵循正統禮儀的官員 很反對這件事 他就是說你本身是入成大統的 入成大統你就不應該 將你自己老爸當為皇帝來拜 因為你老爸事實上不是皇帝 這個在歷史上就稱之為以禮 以禮這件事件裡面 廣東人是非常聰明的 他們靠著我們廣東人天生的那種 懂得看時機 懂得掌握時運的那種優勢 他就會支持現任的皇帝 那這一班得益 得基得利益的那班官員 他們一個人上到田頭之後 馬上就帶動了後來的一班廣東人 紛紛跟上去 那是以霍韜和方獻夫 這些其實直接間接都是受 陳柏沙影響的一班人 他們這班人就很快地進入 通過以禮這件事迅速 佔據了當時的官場 我記得在溫州 我去溫州考察的時候 我還專門看過 當地是有一個陵墓 還保存在市區的 現在也是市區 當年也是市區 是一個非常宏大的大墓 這個大墓前面有三塊大碑 有兩個人這麼高的 是皇帝的餘筆賜給他 那為什麼他可以在市區 裡面有這麼大的墓 和這麼大的餘筆呢? 主要就是因為這個官員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名字 他叫做張逸 張逸也是在明代的時候 通過大議禮 迅速地跡身於上層的社會官僚 皇帝這麼高格調地 包揚這些支持自己的官員 我們廣東人在這個時候 也借機上位 所以我們後來看到 整個明代中期開始 廣東的社會生態就發生了改變 它的深遠的原因 就是我以上所說的兩件事 說完這兩件事 我們就可以理解到 為什麼在明代末期的時候 我們廣東會呈現一種特別的社會生態呢? 我們就得益於這兩個主要的因素 我們在整個朝廷 或者整個社會 我們就有一個話語權 講起晚明 他的社會生態其實是很特別的 因為當時是有一種政治的昏暗 這種政治的昏暗是由以上而下 腐爛下來的 在萬曆朝開始 皇帝就很昏庸 然後宦官就專權 所以在整個社會 其實陷於一種是無政府無秩序的狀態裡面 根據正史的記載 萬曆皇帝 他在二十幾年的晚年的時間裡面 幾乎是從不上朝 也創了中國歷史上 皇帝不上朝 不見大臣的一個獨一無二的紀錄 他這二十幾年裡面 基本上 就是由幾個重要的內閣的首富 在此苦苦支撐著 然後也跟當時的 宦官和奸妃 整個大家在磨合 和互相牽制之中 來度過的 但是一個社會 一個正常的社會 其實不可能完全是這樣度過的 所以 這個社會在當時 其實已經是開始慢慢負難了 這個也是衍生了後來 清後今的那個入侵 和李自成起義的一些 軟的禍根來的 但是如果我們說 因為我們這次講的題目 並不是譴責萬曆皇帝的 腐柳 我們說的是這個時期 由於政府不作為 換言之 他就是放任民間自我管理的 所以在當時 文人的個性 也得到了很大的張揚和發展 而且傳統禮教 在這個時期也受到很大的挑戰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帝王也不理會的事情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 我可不可以這樣 人的天性就是這樣 當社會處於一種無秩序的狀態的時候 你就會去挑戰 道德的極限 挑戰審美的極限 所以我們就會發現這個時期的 藝術文學 是有很大的發揮的 所以現在很多西方的 藝術史的人 他們會很讚賞 為什麼當時會出現了 陳紅壽 出現了吳君 出現了很多變形主義的一些藝術家 甚至連董祺昌他有一個 有時候都會有一些很出人意表的創作 其實實際上都是由於這個原因的影響 其實中國的文化 只要它是一個自由生長的態勢 它自己就可以達到黃金時期 所以我們看看在明末的時候 文化是異常的輕盛 好像文學上我們有公安三元 思想上我們有理智 藝術上好像有董祺昌、黃鐸 都是這個時期產生的 我們看看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很多人 他們的作品裡也展現出社會裡的浮華的一面 我們看看在梁佩蘭的五言祖詩 還寫了五十三首五言祖詩 這個可以說是概括了當時 晚明、智大夫生活裡的重要元素 我們看看這個祖詩的題目 你也可以想到當時的人玩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圖片 就是我們這次展覽裡的梁佩蘭的一幅展面的書法 他是一個生活在明代天啟萬曆晚年 一直到康熙初年的一個詩人 他的詩作是被列入清初的廣東的三大家之一 他曾經寫過五言祖詩有五十三首 他裏頭說的,我們看看他的題目就知道了 野智、秋譚、板橋、吊艇 這些就是環境,去廟裡玩 秋天去外面的水邊 在船上玩,然後有夕陽 然後有什麼玩具呢? 他有古鏡、琴囊、古劍、彈琴、寒樹、冬草 這些就是他們玩的東西,下面還有 浴棺、浴造頭頂的帽、銅瓶 這是插花用的,雙管 即是雙非足道的筆管 端演,這個不需要我介紹了,廣東的特產 竹床,這個就是用來睡午覺的,竹床就不是用來夜晚睡的 是用來累了之後,用來躲在書齋裡睡覺的 墨池,這個墨池就不是煙,是磨了墨之後倒進去的墨海 主尾,主尾不是糊塵 很多人以為主尾是糊塵 主尾是另一樣東西,它是一把好像鵝毛線 用來在清潭的時候揮在手裡 梳粒,這個是下雨的時候戴的 然後下面他還說了有什麼?有藤墊、觸象、茶燥、亡鞋、昏龍 所有的這些,我們幾乎都可以在明代晚期的繪畫裡面看到 我們見到陳紅壽,我們見到頭鷹,他的畫裡面經常會出現這些東西 除了這些滿屋的玩具,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晚明的人有這個好玩的心境,這個是跟其他朝代最大的不同 因為其他朝代的人,譬如我們看一下晚清的時候 他們的功利,晚清人的功利心是很重的,去應考,去考試 好像我們上個月我們的研討會裡面其中有些學者提到 廣東人去應考是一種潮流,當然在考試的路上他們也會去玩 去參觀風景,但畢竟你這件事整個的 Purpose是去考試,是嗎? 但晚明的廣東人最大的不同就是這個 他們的政業似乎就是吃喝滿樂 陳公穎,他也是領南三大家之一,他也是生長在明目清楚的人 他自己的詩集,他索性的名字叫做初遊集,中遊集等等 在這個詩裏我們聽聽聽,中遊集他就經歷了大嶼,霜潭,恆山,洞亭湖,赤壁,漢口等等 這些地方,這些地方是當時的廣東人來說 就好像我們現在跟人說,我們去了埃及,甚至我們說去了歐洲 那麼遠的,因為當時的交通是很不便利的 但是我們廣東本地的明星,也是本地人經常出遊的一個熱門地點 我們看看晚明人的詩集裡面,是有很多熱門旅遊打卡的旺地 其中第一位就是越岳羅浮屋,羅浮山位於今天的博羅、東莞和曾城幾個院的交界 他是廣東歷史上最有名,最有文化底韻的一個名山 所以稱之為越岳,就是廣東的第一個名山 梁佩蘭寫過一首詩,他說廉飛百丈紅,赤我千從鶴 就是講羅浮山的這個景色 當時有所謂的東潮和西潮兩座山 西潮山,不需要我解釋 東潮指的是羅浮 當時有人統計過,東潮羅浮山有四百三封 而西潮有七十二封 所以兩個加起來有五百四封 西潮山大家可能會比較熟悉,因為離我們相對近些 就是他現在在今天的佛山,西潮鎮的這個地方 西潮的景色雖然沒有羅浮山那麼壯闊 但也是當時廣東士大夫非常喜歡遊玩的一個地方 當時李卯英,李卯英是南宋的時候 他寫過一首詩,他說西潮山的景色是水煉不卷,四時雨,單造空營萬古煙 他就是描寫他當時看到的西潮山的景色 如果你不想走那麼遠,近近地去玩 廣州城附近和廣州城內也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 譬如廣州城外的南海神廟春天的時候很熱鬧 因為當時有一個叫做波羅旦,波羅旦剛剛過了 是在農曆的二月,陳公韻曾經寫過 南海神廟木棉花歌和扶須官人出歌 就是描繪當時兩個在南海神廟最值得一看的景點 第一就是神廟的前面,大殿前面有兩棵木棉花 這兩棵木棉花已經生長了四百年以上 花開的時候整個天都是紅色一片 今天如果大家再去位於現在黃埔區的南海神廟 神廟大殿前那兩棵木棉花已經清代保重 但是在寢宮後面仍然有一棵非常古老的木棉花 另外一個景就是扶須官日出 扶須官日出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在南海神廟的右前方有一個小小的山崗 去到這個山崗上面有一個叫做玉日亭 以前在眉田海的時候走到這個小山崗上面 就可以在清晨看到的太陽在扶須江 就是那裡前面的珠江口的一片廣闊的海面上 慢慢的升起 這一景在宋代的時候 蘇東坡就已經寫詩讚美這裡的美景了 城內也有很多很有名的寺院 為什麼呢?因為廣州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城市 所以裡頭佛教的寺院很多 比較有名的,比如在城裡有海豬寺 海豬寺我們下面有一張圖片可以給大家看到 它就在今天廣州的海豬廣場附近 在明代嘉靖連家的輪椅兩寫過首詩 它說這裡是兩岸西風吹白平,三成煙火隔紅塵 它為什麼可以在市區裡面可以隔紅塵呢? 因為它是在一個江深的小島上面 在眉田海以前 它是在珠江上面的一個小島 所以它就說它是兩岸西風吹過可以隔紅塵 可以想像一下當時它有一個很有名的美景 我看過即使是在歐洲人的一些廟會廣州的景物裡面 海豬寺都是他們一個必定會去遊玩和提到的地方 城外面就有幾間著名的大的寺院 這些寺院譬如有海童寺、有光孝寺、有長壽寺 現在長壽寺已經消失了,海童寺和光孝寺仍然存在 那些詩人有一個流行的玩意 就是去這些大寺院裡面跟當時的和尚一起玩 因為當時的和尚文化程度很高 又會寫詩,書法也很好 屈大軍有一首詩叫做《阿林》 他就是寫城裡面最有名的光孝寺 這個是在三國的時候已經建立了一間寺院 《阿林》這首詩說 《馬是菩提樹,家催波野台》 《寶貴又有樹,阿子接成林》 我們現在看到這幅圖片就是文物館今次正在展出的 一個是光孝寺的註詞 金碗和尚他畫的一個山水畫 金碗的畫我們目前只看到兩幅 除此這幅之外 第二幅是保存在廣州藝術博物園 在廣東話人錄裡面 以及《嶺南畫精略》裡面都提到 金碗是很善長畫畫的 從他的發明 他的排金字背 很可以想像 他應該是晚明的時候 天然和尚的弟子 從這些繪畫上面也可以想見 當時這些大 不單止城裡面有大的寺院 這些寺院裡面的出家人 也是多才多藝的 所以可以看出文人為什麼喜歡去旅遊玩 是有其他原因的 當時有一個很流行的玩意就是瓦雜 廣東的文人和方南的文人一樣 很熱衷於搞一個Gathering 這種瓦雜是中國文人一種特有的交流年式 瓦雜裡面玩什麼是沒有規定的 在不同的時期有所增減 早在北宋的時候已經有所謂的西原瓦雜陶基 西原瓦雜陶基可以說是現在現存 比較古老的一篇 說得比較清楚玩什麼的一篇文章 當然更早的時候 例如李伯有春夜燕圖雷元基 但是燕圖雷元基只是說在那裡游宴 未算一種嚴格意上的瓦雜 但到了北宋的時期 在西原瓦雜陶基裡面已經講清楚 蘇東波又做什麼 佛印又做什麼 米費又做什麼 李公倫又做什麼 所以雖然儘管有些學者考證過 這個西原瓦雜陶在現實中 可能並不曾真正存在過 但是至少可以說明在北宋的時期 這種類型的聚會活動已經很盛行 在晚明的時候 士大夫通常會在兩類的地方 舉行他們的這種瓦雜 一類就是在一些大的家裡 當然這間屋首先是一個豪宅 要坐下這麼多人 可能比較寬敞 譬如陳公雲有一首詩說 梁若萍招集綠營堂 觀綠營古琴和朱公作歌 即是說梁佩蘭在她的綠營堂裡 請她們的朋友一起來玩 玩的過程中 還拿了她的古琴叫做綠營 來跟大家一起寫詩 屋大軍也有 譬如說是初春綠營堂 啞集 在春天的時候 陳公雲就叫她們來 去家玩 這個綠營堂在哪裡呢 根據史料記載 她們應該是今天廣州西關的重桂里 即是重桂路一帶 因為梁佩蘭她是有功名的 她是漢林來的 所以她的房子應該是比較大 比較寬寬的 我們看到這個圖 就是清代的杜光年家 我們的畫家蘇陸鵬 她模仿明代的人畫的一幅雅集圖 這個圖中當然說的是 明代中期的人那種雅集的場景 除了在大屋裡面 其實在郊外和寺廟 也是雅集的一些很好的場所 因為這些地方 通常比一般人家更大 更寬寬 自然環境更好 譬如我們在明代中期的詩人龐松 她的詩裡面有一個說 《中秋葵酒,葵豬同志,海豬賞月》 她說 《回蘭底柱中流韻,出海黎豬切夜明》 《逢海國多期節,相對梁宵華更清》 她說在中秋節的時候 帶著一班朋友去海豬寺上月 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幅圖片 就是1930年代初 廣州海豬寺的一幅 後來著色的一幅圖 這幅圖中間 在江上面密密麻麻的那些是小船 船不是屋 因為當時廣州的水上面這些艇 排得密密麻麻的 這個小船 後面有些樹的這個小島 就是海豬寺 大家想像一下 如果在中秋的晚上 和一班朋友 在這個寺院裏面上月 一定是很雅致的一件事 有時候這些雅集 亦都不僅是文人組織 亦都可能是由當時的和尚和道士 他們會邀請文人來自己的寺觀裏面 雅集 例如陳宮韻有一個詩 就說 修契後十五日 石廉禪師 朝同諸公雅集於長壽禪林 這個石廉大傘和尚 就是當時長壽寺的註詞 他也是當時一個很厲害的人物 他自己可以寫詩 可以畫畫 我們現在看到左邊的這一幅 就是白沙的學生 暫躍水 他寫的一首西朝的詩 亦都可以見於我們今次展覽的展品裏面 他一開始的時候 第一句就是講到西朝山的風景 西朝絕碧永無依 就是講西朝山擁有一個非常高和陡峭的懸崖 這個是他和羅浮山很不同的地方 因為羅浮山是大山大嶺 西朝山是很特別的 他是突然間在平原裏面升起一座高山 整個山勢很陡峭 很危險 所以他第一句就講 絕碧永無依 就是說這個山勢非常險 險盡 好 明代人 我們前面說 他很喜歡玩吃喝玩樂 他的玩具是怎麼來的呢? 因為文人的玩具 在中國向來都是一些很高級的奢侈品 即使是一件小小的岸頭的擺設 中國人都可以玩得很高級 在明代的後期 即是說在萬曆年間開始 甚至出現了一些著作 是專門教大家 怎樣去玩的 例如比較著名的 有象物志 這個象物志 今天已經是再版了 印行了很多次 我還記得在二十幾年前 這本書很難買得到 我當時買了一本 是萬有文庫本的象物志 看了之後覺得 很神奇 世界上居然有這樣的書 教你怎樣去各種玩 另外好像有朝昌九錄 到後來又有高廉的《遵生百尖》 例如的一些教你玩 例如寫過很多教你玩的各種的書等等 但是廣東人比起北方人 就多了更多好玩的東西 為什麼?因為我們有進口玩具 所謂進口玩具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因為廣東 是很接近大海 它也很方便可以接觸到當時 遠洋貿易運來的東西 我們前面說了 就是說在明初的時候 海外貿易還是一個 毫不起眼的一件小生意 但是到了萬曆年間開始 廣東口岸的貿易是很發達的 原因是什麼呢?原因就是 因為當時的航海的技術 已經得到了大大的提高 最早來到的 那時候還有殖民者的概念 那時候最早來到做生意的 好像葡萄牙人 荷蘭人 西班牙人 這些就是最早來到廣東做生意的人 他們甚至來到這裡 他們就逐步租借了澳門作為一個落腳點 由於有澳門的落腳點 我們廣東就開始多了一些進口玩意 在晚明廣東的詩文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當時他們已經接觸到一些 他們認為很新奇有趣的東西 這些特產包括什麼呢? 包括有刀具 有眼鏡 甚至有西方來的花等等 我們在晚明的陳子聲的詩裡面 我們看見有一首詩 他說是榮西洋的顯微鏡 這件事 我們之前不知道 他引入中國的時間 原來是這麼早的 因為他說得很清楚 他的詩裡面 他說知鏡西洋來 顯微而兼在 他說這個鏡 是在西洋暈過來的 他說他看見很微細的東西 很符合中國人傳統哲學的審美觀念 因為我們所謂見微 就知意著 他這個鏡可以看到很微細的東西 所以就顯微而兼在 陳公允他寫過日本刀歌 因為日本的刀 到今天我們知道還是很有名 因為日本人懂得練鋼 他講的日本刀 就是講東洋刀 就是那些武士佩戴的東洋刀 他說陳公允的書裡面說 一華四射銅銅濕陰風半夜刮臉來 可以想像他當年看到的 這把日本運來的刀 是很鋒利的 講起西洋的花位 陳公允他有 《搭長壽子榮西番蓮花歌》 我們可以看看長壽子的住持 石蓮大傘和尚 他是一個思想很開明的人物 他不單止在寺廟裡面 種一些來自於西洋的花 甚至他自己曾經去過南洋各地 籌錢回來建寺廟 所以他籌回來的寺廟裡面 除了今天已經消失的長壽子以外 另外還有一間 大家都應該很熟悉的 就是澳門的觀音堂 觀音堂也是他去外國籌款 之後得到的那些善信的錢回來興建 陳公允在這首西番蓮花歌裡面說 西方佛有青蓮眼 西番花有青蓮產 諸詩作蠻逼玉嬰 纏繞疏離意何限 他見到的就是我們圖片中的這個 西番蓮花 這個花是不是很奇異呢? 其實大家不會覺得很陌生的 其實這個花 如果開過之後 結出來的果 就是今天大家經常 特別是女士經常會吃的白香果 白香果開花 其實就是很奇特的一種花位 是從西方傳過來的 當時不單止有西洋的玩意 我們廣東人 甚至已經當時開始接受了西洋的繪畫 繪畫傳到中國的歷史 我們說大概有500年左右 時間其實就是從晚明算起的 原來大家要知道 就是如果說中國的油畫史 不是博畫史 是油畫史 所有說中國油畫史的書裡面 提到的第一件作品 就是現在收藏在新匯博物館裡面的兩塊門板 這兩塊門板是很有名的 它是明代末年的時候的人 畫在木板上面的兩個侍女 這兩個侍女經過鑑定 它是用彈彩的油畫 它之所以叫門板 就是因為這塊明代的板 它是被人用來做門板 所以才僥倖保留到裡面 我們為什麼知道當時的文人 也看到了在歐洲來的油畫 主要是因為他們的詩文裡面有提到的 陳公允有一首叫做提西洋畫的詩 它說西番畫法異常論 如無如煙總未真 酷似笑容如蘇母 甲為相望李夫人 千千交織自成文 不畫中間就畫四輪 亦是看堂無字帖 偏於無默處全神 他說的其實我們應該分開兩個範圍來看 因為他第一個去到隔圍雙望李夫人 他說的應該就是人物的油畫 到後面說詩詩交織自成文 我認為就是同版畫 因為我們想想西洋的同版畫 有那種線條交織的特色 而且他說筆畫中間就畫四輪 是因為他看到的同版畫是有陰陽的變化 中間高光的地方就不落筆默的 而旁邊陰暗的地方就會圈現一下 所以他說就好像漢代的時候那些字帖 無默處就要全神 從這個也可以看出 晚明的時候 廣東人是經常可以見到西洋的繪畫 所以他們慢慢會接受了很多西洋繪畫的記法 途中的這一幅 畫著一個人 戴著一個好像香港今天的法官那樣的假髮 和領結而拿著一把叉去復府的這個紳士 其實是清世中順治的肖像 他當時畫一個 他請了一些畫家畫自己行樂圖裡面 就有西洋裝束的景象 也可以見到在清初的人 其實他們很接受自己的西洋打扮 以及很接受這種西洋方式的娛樂 即使是帝王也不例外 我們今天有一個流行的玩意 可能很多女士每天都會做的 就是selfie 自拍 甚至打卡 放在自己的moment裡面 這是我們今天的玩法 但是原來在明代的時候 也都很喜歡這種玩意 辦明的人 他有留下很多的畫像 而且畫像裡面基本上都是collectate 因為為什麼他們在畫裡面 呈現出來的各種的樣子 和他們手上的裝束 都不盡相同 在梁佩蘭的詩裡面 他曾經提過 有提王愚洋的放閒圖 他說 當小雲中是秋來記百閒 無人知片影冰雪照兇山 這個王愚洋的放閒圖 今天保存在北京故宮 他圖中畫的 坐在正中間的 就是著名的詩人王士征 王士征 他就畫一個放閒圖 叫自己的童子打開竹爐 把裡面的白閒放出來 當然他裡面有一種哲學的意味 但是這個圖 其實不只畫了一幅 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清初人的各種提圖的詩 在保存在全世的畫作中 很多是見不到的 這是一個很可以理解的事情 當時不只畫一幅 還畫了幾幅圖 當時的玩法大概就是這樣 文人請人來幫自己畫一個像 畫好像之後 然後就會請一些朋友在後面提詩 就好像我們今天 鋪了一刻之後 我們就會發給朋友 說我今天鋪了一張照片 然後晚上會靜靜走到上面 看有多少人點讚 有多少人拉你 在古時候這種表示點讚 拉的方式 就必須要寫詩 在後面表示你稱讚過這個朋友 所以我們見到明代末年的人的詩集裡面 和朋友提畫的很多 譬如我們簡單翻一下梁佩蘭的詩集 他就會有提朱宜尊太史 小長勞圖 朱宜尊就是有名的清楚的 江南三大詩人之一 又有為旅王令而提足溪聽語圖 齊徐雄亭的風光如富圖 還有些是有美女的 譬如是黃紅媚的紅袖烏絲圖 陳其年的填詞圖 填詞圖未必一定是美女的 他在圖中有一個背向著觀眾的 一個穿著女裝的人 但有人說這是男扮女裝 也有為朋友的女朋友而提 譬如有提黃紅衣機人彈琵琶圖 詩裡面說總是黃浪身是子 不曾翻著舊良舟 就是說朋友娶了一個小妾 他也要請人畫一張像 然後請朋友一起提 這就是當時的一些流行的玩意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背圖 就是其中之一 就是梅花樹下坐著的這個 就是清代初年的大詩人 所謂海內七子之一的南海情可則 我們今次展覽也有一幅《程可則》的書法 這個《程可則》請人畫了像之後 後面就有一大關當時的文人幫他提 畫像很多都是要請畫家和自己畫 我們看到前面的黃豫陽的像 是由當時清初的大畫家余之鼎和他畫的 但是原來廣東的士大夫 有些人真的懂得自己畫自己的 晚明的寫真畫其實已經達到一個很高的水準 所謂的波神派 是由當時的福建的畫家曾慶 和他的徒弟全揚開來的 受他這一派的影響 其實我們廣東也有些是懂得自己畫自己的 譬如梁元柱 他就懂得和自己畫像 我們圖上看到的這一幅保存在順德博物館 這就是梁元柱的自畫像 他圖中畫自己的樣子 旁邊還站著一個童子 我們可以看到在他自己的圖中畫自己 他手邊還有很多玩具 可以看到有煙 有水果 有筆 等等文具 不單是桌上有 他前面放著石頭上面有各種的盆景 我們看到有窗袍 有石頭 有松樹 還有旁邊有矮機 放著一些蘭花等等 這個就是一個很典型的 明代晚期的一個史大夫的一個生活的一個真實寫照 講完玩 還要提到一樣就是吃 廣東人很懂得吃 當然文人懂得吃是必須的 這個也是展品的正面消息裡不會告訴我們 因為廣東人的吃當然是有口皆悲 食在廣東 大軍有一些詩他吃的東西很特別的 例如說 食白龐旗 正月龐旗出 雌雄總有膏 絕今存在殼 雖少亦持膏 龐旗這麼細隻 怎麼吃呢? 他說雌雄總有膏 絕今存在殼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的殼裡面是有些高的 雖少亦持膏 你看看那隻龐旗在這麼細 蠔裡面也是有肉的 其實這種食法有點像我們今天 吃禮雲子 就是讓龐旗 對往的季節 抓了他來 揭開那個殼 然後吃裡面的少許膏 這種食法 一直在番茹順德南海一帶 到今天還是有的 另外陳公韻也有一首香蕉獅 其中他提到他們吃香蕉很特別 他說香蕉香在味 入酒也相宜 即是說 以香蕉來浸酒 這個黑暗料理 我相信今天沒什麼人敢試 因為香蕉浸在酒裡面 我想這個味道一定是很特別 不過我沒試過 另外又有陳公韻的實施 他說風乾蘋果 他說這種蘋果為什麼風乾呢? 如果這麼看題目 大家就覺得很難理解 原來這個蘋果並不是說 我們今天通常理解的Apple的蘋果 這個蘋果其實就是貧婆 貧婆就是說雙屍也 就是積金北方的蘋果 也是我們說的圖裡的這一種 貧婆的紙 當時的一些美味的詩人 還可以為他寫很多的詩句 因為實在是太好吃了 就講一條簡單的家瑜 屈大軍先後寫了二十幾首詩 連他自己的親人都沒有寫這麼多詩 唯一條魚可以寫二十幾首詩 他有寫家瑜詩、後家瑜詩 自端州再家瑜歸春山草堂 而且屈大軍不單喜歡吃家瑜 自己懂得煮的 他說養衰泉水活 烹用滑金條 小用蔥花滲輕將酒子煎 這種魚究竟是怎樣的呢? 很遺憾今天基本上已經失存 掌在端州的寧陽合一帶 我是從來沒吃過 我老師黎用在先生 他說他吃過 年輕的時候吃過 今天已經絕跡了 因為野生的 抓不到 他就在年輕的時候 畫過一幅家瑜的寫生 就是圖片裏面的這一幅 他的輪帶少許金色 頭是青色的 可惜這種魚 今天有錢也吃不到 好了 廣東人很懂得在應時應節的時候 玩當時得令的東西 每到花果時節 他們就會看當時得令的花 吃當時得平的水果 然後他們會作為人生一個很大的享受 譬如 好像屈大軍寫了很多素卿花燈的詩 寫得很漂亮的 入夜香脆明月上 凌焦香化 彩雲飛 他稱讚廣東的素卿燈 是世界上最香艷的東西 就是看到我們圖中的這種白色燈 將它穿成一串 然後真的中間放一個蠟燭 靠著蠟燭的微微溫度 使花香佈滿整間廳房 在夏天的時候 聞到這種花香是很舒服的 陳子昇也寫過這個素卿花 《鸚母燈》 他說 花鳥行雙得 金看一體雲 即是說 用這些花來織成一個鸚母型的燈 這個可以想像是一種非常名貴的花 加上一種手工藝的製品 我們在今次文物館的展品裡面 其中有兩件都是種了一些名貴的花木 所以他們會送給朋友一起欣賞 譬如我們見到左邊一個王柱寫的詩 就說送到朋友送很漂亮的菊花給他 所以他就寫一首詩給朋友作為一個答謝 因為他是順德人 順德人種花當然是很厲害的 當然 我們廣東還有一種特別的植物 在晚明的時候也是很有名的 就是沉香 屈大軍寫過墳香曲 至於 無雙所在影迷音益語裡面所講到的廣東的沉香 更加是一種名品 尤其是我們香港的得名 亦都是跟我們香港本身成產的一種土沉香 以及在這個地方將香運到南洋 以及廣東附近一帶 所以這個地方就得名為香港了 所以當時的文人玩香是一個非常流行的玩意 屈大軍在他的廣東新語裡 專門有一章是說香的 就叫做香語 不僅是雅習、玩香、食 甚至宋行都是當時一樣很流行的玩意 這個我們今天可能覺得很難理解 人生可能往往都是在路上的 但是在明代中期開始 宋客就變成一種當時的流行文化 宋客不單是說送到碼頭、送到機場 然後說一聲拜拜就走 明代人的宋客是一個Ceremony 要一幫人送到你去某一個地方 甚至要畫一幅畫、要寫很多詩 才是為之宋行 陳公允曾經在詩集裡有一首詩 這首詩寫得很好 春深何處不妻妻 周前慶取借孤題 其實講得簡單一點 他無非就是在廣州的東豪沖 送朋友回順德 但是為什麼要這麼誇張呢? 就是說當時送朋友遠行也好、近行也好 是一種借機抒情、借機玩的一個玩意 這個我們今天可能比較難理解 我們看到圖兩邊的 左邊的這一幅 就是今次文物館的展覽 裡面的展品 就是石鑑和尚送朋友的時候的一首詩 送重要的朋友遠行一定要寫試 而右邊的這一幅 就是明代人送別的一個真實的圖卷 一群文人送到江邊 有人坐在船上走 在船上還要向著朋友作譽 這是瀋舟的名畫 《荊江送別圖》 送別有時候一去就不會 因為我們知道 古代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 甚至有可能是很悲壯的 我們圖裡面所見到的 就是歷史上廣東人 一個很有名的送別的過程 這幅畫無疑也是受到瀋舟的影響 我們看到在構圖表現方式上面 都有瀋舟的影子 這一幅就是著名的《呼宮雅咒圖卷》 它是記錄了明代晚年的時候 一群廣東人送別一位文士北上 這個文人是黑黑有名的袁崇煥 他上了這次船上面 一去再也沒有回來 最後也可以說一些輕鬆的娛樂 例如我們說明代的音樂 彈琴也是在晚明的時候 廣東有些時尚的玩意 如果你不懂得彈 亦都必須要談論一兩句古琴 別人才覺得你是一個文人 因為當時是從皇帝做起 就喜歡彈琴的 崇禎皇帝毫無疑問 是懂彈琴 以及他是有相當高的審美標準的一個人 所以陳子星曾經寫過崇禎皇帝與琴歌 他就說先皇琴系小臣歌 即是說皇帝不只會彈琴 還要大臣幫他唱歌 所以我們現在發現最早的廣東人的創作琴曲 就是晚明的時候陳子星所作的水東遊 這個也是有當時的一個時代背景 屈大軍他的《宋客詩》裏面就說 彈琴,綠琴彈出碧家聲 出塞何愚,入塞清 即是在宋客的時候 他們亦都要帶著琴 來增加一些悲良的氣氛 所以由於這一種綜合的情結 所以也會發生在晚明的時候 清兵攻入廣州城 著名的文人曠露,抱著他最深愛的綠耳琴 英勇殉國 我們想在 farewell的時候要彈琴 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後一刻 所以他抱著這個古琴 是英勇奏義 我們現在看到圖上這一幅 就是在江門博物館裏面保存的 這個曠露普琴的圖 圖中的曠露,他抱著的綠耳琴 現在仍然是收藏在香港的 亦都是見證了 這個晚明的時候 那種士大夫的情操 和他們的高尚的節氣 而且當時的古琴和現在一樣 是有價有市的 他和現在很多一樣 好像靚錶一樣 原來當時甚至可以典當 梁佩蘭曾經寫了一首詩 他說琴錄刑 點了六個月 十七個月 幾不歸 差不多要斷當了 後來那些朋友借錢給他 他才熟玩 所以就寫了一首詩 點了一首琴 個人幾乎睡不著 陳子星裡有一首點琴詩 他說 麥片床頭 金已盡 沒有了錢 彭不難分 不浮財 他就是說 沒有了錢 只能夠靠這個 典當的琴去借錢 也可以想像 當時的人 不單止風雅 也都好像我們今天人一樣 經常面臨的一個財政危機 好 最後我們講一下當時的房價 原來 晚明的時候 廣州並不是今天一個一線城市 是一個二線城市 但是當時大家的生活壓力 沒有現在我們在香港那麼高 所以大家會住得很寬落 生活壓力比今天低很多 所以陳子星曾經說過自己住的是 樓轄雙門居馬塵 一片彩雲窗濫身 陳子星的房子叫做中州草堂 看來這房子是不錯的 他說亭環茂利花 種了很多的花 我們看到這次展品裡其中有一幅是 陳子聖 陳子聖 他說的一個描繪萬名生活場景的一些 從文字上來看 當時的人居住環境 也是普遍很好的 有錢人的房子當然更加好 譬如 黃豫陽 他來到廣州住在西城必須 他說陳公找他看過 說他有十三個景點 可想而知這房子是多漂亮的 如果在三線城市 去到下面的城市 生活就更加好 屈大軍曾經寫過他去過三個東莞的朋友家 尹元俊、梁倩和林曼陽 都是很好的 例如林曼陽家屋是大小羅浮 當戶外 東西江水 到門前 我們可以想像是東莞市區一線的江景樓 大家如果想考慮一下大灣區置業 不妨看看當時的環境是怎樣 好了 我們的講座也臨到尾聲 但凡一個時代到了末期 生活狀況 都是差不多的 生活 頹廢 大家 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怎樣提高自己的生活質素上 這個展覽 其實也是列舉出一些 明末的廣東文化的一些側面 所以我們的小廣座 也都是 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在曼寧的時候 我們廣東的生活究竟是怎樣的 歷史 會不會簡單重複 但是它總是以不斷變化的方式 重建在眼前 往往在浮華過盡 末世就會下來 希望接下來的盛世 而是末世 多謝大家 今天梁基永鋒 很精彩的演講 還有 如果是深水清的觀眾 可能就會發現 梁基永鋒 也修改了一點點題目 不僅如此 就是加了浮華過盡 而且 她是 來了兩次看展覽 是嗎? 至少來了兩次 廣立八川的展覽 是 還精選了一些作品 結合在她的講座 那裡 非常感謝 梁基永鋒 不知道觀眾有沒有什麼提問呢? 又或者是 我又說一點點 你剛才說到廣東的飲食文化 我做一個展覽的過程 都看了蘇東波有一些記載 說她來廣東的時候 是知道有些用桂花來釀酒 有這個餐廳 甚至可以比美皇生 就是那個駙馬 某一種餐廳的方式 所以你剛才說到 文人的飲食文化 一定是其中一環 是嗎? 其實蘇東波他來到之後 他在廣東開了很多眼界 因為他之前沒來過 那沒來過 其實廣東對於中原的斯大夫 其實是一個完全全身的 世界 就好像我們今天去了歐洲一樣 我看到不僅僅她說是榮榮酒 她發現了很多飲食的方法 怎麼做豬肉 她從來都沒吃過 而且她會認為很好吃 當然她也會有些很痛苦的時候 其實我發現她很多時候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比較大的題目 我相信其實可以做一個博士論文都可以 就是說 我們會通常看到很多文化名人廟會的 廣東有某一件事 然後她總是會 不忘帶上一句說 可以跟北方的什麼什麼相比美 這個已經是一個模式來的 當時 譬如我最近才考察一件事就是說 屈大軍講我們青山 就是我們現在香港的屯門山 山上的有一種茶 他說那裡生在山崖間的野茶 可以跟北方的名茶相比美 其實我當然最近也很傻 真的拿著一枝行山像上去看過 就找不到 這種茶可能在嘉慶年間已經消失了 但是實際上 這件事究竟是不是可以比美那件事呢 其實還是一種所謂的美化 或者我們現在流行的話 是一種文化認同感 因為她一定要攀附某一件事 如果作為蘇東波而言 她是用來滿足自己的那種 懷念朝廷的情懷 但是屈大軍而言 她可能是一種鄉土情懷 就是說 我這件事可以跟你那件事相比的 是不是 我相信 就是等於像屯門劉德華 或者諸如此類的 你用來提高自己的性格 你必須這樣做 我們看看觀眾有什麼提問 是 多謝梁博士的演講 還有說 名望之後廣東文人 是不是都是這樣 這麼風雅的生活呢 有沒有比較 其實 你會發現我整個講座裡面 所引用的部分 因為很多的材料 是來自於當時文人的記載 所以 即使是天翻地覆的這個時期 對於普通人的生活方式 其實 不是有太大的改動 所以我們看到的 梁佩蘭 陳公、韻屈大軍這三個人 他們生活的時間 都是在康熙初年 因為他們雖然是生於萬曆 但是當他們長大成人的時候 他們無一例外都已經去到康熙初了 對不對 在康熙初的時候實際上已經入了清 而且當時的政治環境已經相對穩定 廣東已經穩定了 已經不再是順治時期 那種你有今天你修復明天我來的場景 但是在這個時期裡面 廣東的人的生活方式 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干擾 因為當時 有一個環境大家要知道 就是說 在清初的時候 我們這裡是屬於平南王的管理範圍 對不對 還不是說好像後來那樣 是滿族的總督那些來的時候 那麼平南王呢 是相對一個政治很開明的人 所以我們看到 不論是領南三家也好 其實對他的關係也是很好的 對不對 我們在很多其他一些他們全世的詩裡面 都可以看到他們是贊重平南王的 那麼平南王的一個很大的功績就是使 整個社會不至於有一個太大的反覆 就是不會像北方那樣 有什麼留法不留頭 就是強行要改變生活方式 所以我相信清初這段時間 都應該是可以的 嗯 是啊 觀眾也很好奇說 這些廣東文人都要消費的嘛 那麼他們怎麼維持這個 遊山換水的消費呢 是 這個也是一個好問題 當然 我們前面講到其實他們都相對有財赤的時候 琴都要當 但是呢 他們本身的收入呢 以領南三家為例 都是有價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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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公穎不用說 他父親是大的 他父親是 陳方賢 是大官來的 如果大家來看我們的展覽呢 陳公穎那件衣服叫做大紅袍的 是不是 跟陳方賢一樣都是大紅袍的 家裡是有錢的 很多學生 是的 然後還有呢 他們是教書 教書有收入 另外還有呢 可能做一些小官 有俸禄 所以還有呢 就是大家如果聽到我剛剛才說的 他當時為什麼可以賺這麼多錢呢 因為屋又便宜 物業又便宜 他們廣東的生活指數低 其實跟今天看都是一樣的 如果 晚明的時候 你去北京生活 生活水準很高的 就跟清末的北京一樣 一模一樣 是 甚至跟現在的北京一樣 你看現在北京的房價比香港貴的 是 所以北京的物價指數也很貴 但是廣東呢 屋又便宜 食物又便宜 所以我們有一個很好的 就是相比起北京人的生活 我們未必就很好 是 其實情況真的差不多 是 我也看過一些資料呢 說信德那裏呢 他們養蠶 還有養魚 就是養魚 就是兩樣相負相成 所以可以做當地很多讀書人 是的 沒錯 他主要就是可以 很容易地做到自給 是的 還有在廣東 其實你看今天也是一樣 如果你是一個北漂 你去到北京 你會發現你很痛苦 哇 屋又貴 每樣東西都貴 而且還有你想吃我們剛才的那些 彭茎 水果 是有 但是也很貴 但是廣東就很好 因為廣東呢 物價便宜 屋又便宜 現在廣州還是二線城市 樓又便宜 那你吃到事先的東西又容易 所以我們的生活就比較 我們優柔 所以玩得更加開心 另外觀眾呢 有提到呢 你剛才說到一些西洋產物 那這些其實對於廣東以外的 的省份 會不會都有記載或者怎樣的呢 就是 廣東人會接觸到這些事物 其實呢 因為在史料上我們所知道的 真實的情況 可能是遠遠比想像中低的 西洋的玩意進入我們中國 在明末的時候就已經開始 而且最大宗的進口的東西 除了宗標 顯微鏡 自來火珠 就是有些類似於打火機的一件事 等等以外 這些是可以被流傳到今天 所以我們從絲 和實物裡面可以看到少量的這些東西 譬如我們在故宮裡面 看到進口的自明鐘等等 這些是流傳到今天 但是有很多是流傳不到今天 但是當時是很流行的 比如就是紡織品 特別是尼蓉一類的紡織品 是大量進口的 所以這些我們今天 只不過是因為實物流傳比較少 而我們往往只是在西方的文獻裡面看到 另外還有就是在 因為他們當時 進口的途徑 其實除了在水路以外 還有少量是由綠路的 就是由傳統的明代的那個 在中東那邊這樣輾轉過來的 其實這個數量應該說是相當大的 只不過我們在文獻上見不少 我們看來看去就以為 只是進口奇記淫考的東西 其實原因就是 因為這些奇記淫考可以進入到 但是生活用品 我們很多是沒有記的 就像我們前面所說的尼蓉 為什麼尼蓉一樣呢? 因為我經常都喜歡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潛龍活年的時候 馬卡尼來到北京 他就很意外地在通州 即北通州 即現在說的北京的通州 的遠城裡面 看到有些商店在賣 英格蘭的尼蓉 可想而知 就是說當時 是一種時貌玩意 因為如果不是他寄 當時的士大夫 怎麼會不屑於寄這些東西呢? 所以我相信是很值得探究的 其實應該是有不少的 好像我們如果平時買了標 都不會特別寫在文章那裡 甚至我們譬如說 我們今天去店裡 看到有一批西班牙入口的尼蓉 我們覺得這件事不值得一記 最多就是 原來那間店裡有西班牙入口的 湧布賣 但是我們不會把它寫在資料裡面 所以我們看得少 但是實際上我相信 那個數量應該是有不少的 是 有觀眾也提問說 本職廣東的文人會去參觀一些廣東名城 那麼中原有沒有文人來廣東旅遊? 有 譬如前面所說的黃士貞 就是大詩人黃豫陽 他就是很開心地來的 因為他是 寫了一本小書 是的 是廣州遊覽志 專門是寫這件事的 但是當時有一個條件限制 就是交通 交通很不方便 當時進入一次廣州 我們古人有一句說話 叫做少不入廣 老不入村 就是入廣和入村 一個四川一個廣東 都是很難入的 也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但是在明代的時候來到廣東 是一個相對來說 是一個比較 在北方人而言 是一個熱門旅遊地 這是毫無疑問的 因為在北方的斯文宅 北方人的斯文宅裡面 經常看到 但是他們來一次 是很不簡單的 通常一輩子就是一次的 所以也要特別寫一本小書 所以他們會特別寫 譬如徐下客 這些他們來的時候 他們就會玩得很仔細 因為他們知道 再回來走第二次的機會 基本上沒有 是 觀眾也有提問說 提及 畫裡面有時會滲透當時的哲學思想 這方面可不可以 梁博士分享多一點? 在明末的人的畫裡面的哲學思想 其實是很複雜的 你看 但是我們由於今次 我們晚明的廣東繪話 不算太多 我記得 我們當時的晚明畫家 未至於說 強烈到可以表現很多哲學思想的東西 但是可以說出他們的舞題裡面 很多是寄託他們自己的一些想法 譬如我們展品裡面有張木的龍梅圖卷 他畫的是馬 他這個馬是一些很盡的馬 也暗喻了當時他希望整個國家和民族能夠富強起來 這個馬又稱為天嬌 他們希望自己能夠有朝一日 我們自己的漢族能夠重新光復舊的山河 應該說 容庚先生總結出來的 這些不是我總結 因為這些都是前人的總結 包括容庚先生他們都是持這種看法的 我覺得是有道理的 就是說以畫馬來鼓勵漢人的自強 那麼這個呢 他的那個深層的意思 就應該是很清楚 而且他有畫一些鷹 是吧? 一些猛琴 都是一些很希望整個民族去振作的東西 那麼我相信這些就是他們畫裡面要傳遞出來的那種很強烈的訊號 那麼另外呢 好像譬如梁元柱 那麼他畫粥 是吧? 那麼他自己提的時候也說明 他說不憂不懼 是吧? 什麼君子方能頓勢 諸如此類的東西 那麼就是顯示自己的氣格 就不會說跟當時的那些閹檔啊等等 就是會同流合乎的 那麼我相信這些就是他們表現的正常的意味 是 好多謝梁基穎博士今天很精彩的演講和分享 我都獲益良當 那麼我們今個系列的展覽呢 還有一講的 那麼就是在5月7號 由炎至洪教授主講的 就是在帝國殘照中回首海雲 明清之際時門與嶺南之文化記憶 那麼觀眾記得留意我們文物館的Facebook網頁 或者是我們官網都可以報名的 那麼今天的時間是差不多 再一次掌聲多謝梁基穎博士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